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事是什么事呢 就是湾仔 有一辆七人车被人抄牌 可能那个司机落出去买菜买东西 就赶回来 见到人抄牌 他就不顾那个交通独道员在车旁边 就开车走 嗨到那个独道员 独道员跌下了 一定一百辆车不用争辱了 那个司机抄牌而已 不对 但是我想提出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看一段片 看一段片和看一番形容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看错 或者我看文字 这个独道员呢 很有可能是被车车转到一点点 就自己炸型跌落地 插水?插水 卢宗某? 喏 不用说 我首先说 司机一定不对 一百个百分ent 不应该这样开车 不应该这样的 但是呢 你可以说你这样开车 你给个机会人家插水 我亦都对一些官职人员 或者普通人也好 这些插水行为 我性格而已 我就真的不喜欢 我记得当日 卑鄙 我记得当日 我们 人力时代 2012年 在侄而冲 我们 人民力量的义工 我都不太记得哪几个 什么事了 我想你大概记得一点 就和一些对家吵架 对家的所谓 可能是民主党 或者可能是 那些 建制派 跟着我们的自己人 就突然间插水 你扮闻闭 当然了 喜控 你这样做 我一看着 其实我不喜欢 你可以说我狠狗 是这样的 过得这样玩 这些游戏 但是我那里很惹 如果你有功绩在那里 你有功绩在身 你 你会这样开车 也好 是不对的 你插水 你 有没有想过 可能令到他更加大罪 他不对之余 那罪是否一定要 其实 你问我 我都不是用妨害司法公正 不要 你作为公布 不要 实事求是 一就一 二就二 这些人就好了 是的 首先 昨天下午2点9 一名交通督道员在湾仔道 近湾仔街市对开 抄牌 湾仔道 近湾仔街市对开 我大概知道在哪里 好了 当时他站在七人车的司机位旁边 好了 然后突然间 那个司机可能回来了 看到他抄牌 走走走走走 就立刻上车道 好了 交通都团 他说不要走 不要走 他照开车 开车呢 结果呢 开车的时候呢 你要不要开 他人站在那里 那辆车呢 不是认识的 不是撞到他 因为他会看着来的 可能开到他 甚至乎是碰到他 触碰到他的手 嗯 接着呢 他就 缓缓 坐下 这里他这样写着 缓缓倒地 在马路中心 然后呢 旁边呢 有些其他食环的人呢 喂 这些照片出来 毫无人帮忙 因为他根本 他可能是插水 嗯 但是你自己拆 我没什么说 我是不喜欢插水的行为 所以盧宠谬我就吵你了 你说你不是插水 哇 那不是插水 你不家产啊 你仆街 就是看古画仔多吗 他试过之后 他调转了那只脚 是啊 就是不记得上车 那我插水的时候 是抱哪只脚呢 吵你了 他还说他是肝脏 他是肝脏专家 这是事实 是 吵你了 人格 就卑下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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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实说 你就蝕了 你这样开车 但是 喂 又不需要 streaming 是啊 没有意思 你以从没有这些垂侈 都能找到你了 就是走不掉 对吧 你这么三百二元给它吧 对吧 好了 雷 这一单 已婚南近 涉嫌在记录部队的住所里面 三度非禮 當時十二歲 跟她同住的女親戚 其實十二歲 我真的不明白 其實 或者我再大一點我會亂紅 還是亂紅是病來的 我真的不知道 屌你老母 有時候是這樣想的 放心 那些情景真的很難不令人去什麼 我記得我老朋友生我哥 他帶女生回家的時候 他小時候是這樣的 和我家一樣 去老爸老母的一間房 另外一間房就有三個姐姐 生我哥是在睡廳的 但是他開始帶女朋友回家的時候 三個姐姐已經陸陸續續搬出去 他竟然帶她的女朋友 他爸爸老母的房間睡 他媽媽就睡出廳 他爸爸就睡出家在這間房間 而那時 生我哥的回憶 他爸爸那時其實是五萬多歲 只是同學現在那麼大 那生我哥的女兒都很熟 那到底老爸有什麼反應 沒什麼 但是令我想起另一件事 令我想起 我和生我哥有一個共同朋友 那個朋友是一個按摩師 就是按摩女生 就是技師 技師 叫做Suki 是香港女生 他自己在 不要說哪裏 在一些地步中 專門按摩 當然不是邪骨 大家不要想邪 但是真的 是肩胖胖的 如果你們真的有那些痛症 真的要找他 不過他也很痛 好了 阿Suki和生哥哥說過 和我哥哥說過 說他以前十幾歲的時候 有圖仔 就不知道是絕彩雲村還是什麼村 他圖仔的家是怎樣呢 其實屋村 我想大家很多都是這樣 入門口有個大圈圈 四四方方 然後外面有個露台 有個門 有個欄的 有個門 路台是外面的廚房 是廚房來的 有個騎樓 有些人有廁所在裡面 甚至是放在廁所裡 他說他兒子睡廳 就下個簾 他兒子回家 已經回家了 他就夢夢弄 你知道下個簾 大家看著 下個簾 路台在那裡 當那些燈光燒進來 那些布簾 是不是好像很透 他看到 咦 屌你老母 一看出去 那個布影 為什麼 有個黑影 就這樣 嘩 就這樣 我心想 屌你老母 然後想想 阿權真是兒子 阿權回家了 於是他 屌你老母 身上的頭 屌你身長一點的頸 即是扮靈魂 扮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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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布簾兩邊 實有些位置 沒有 他有穿衣服 有穿衣服 實有些位置 看一看 一看出去 你看到他 很疼愛他的老公 即是他的兒子 很疼愛他 對他好好的uncle 即是世伯 原來 屌你竟然看著他 對著他 為什麼 其實布簾 不是很多東西看到 但你知年輕人 十多歲 即是穿短褲 他會 嗯 他沒有脫衣 都可以幻想到 當然可以 嘩 他有沒有大肚子 當然沒有說 當然可以 屌你老母 所以 這個 這個 是沒有去到 我們那個 爬灰 叫做爬灰 軟軟未到 下一步就是 軟軟未到 但是 如果 那個女生 屌你不單止 不能羞恥 還要更加有意無意 還要更加有意無意 在這裏 再度多些誘惑他 然後 翌日吃飯的時候 看著世伯 給他一些訊息 他 就真的分分鐘 晉升到 爬灰街層 立即拉開一個臉 立即幫他開 是 真的好嚴重 我真的覺得 真的好嚴重 好了 所以你說 真是 沒有血緣 不過有些很難說 有血緣關係 都是這麼含糕 這個 親戚 男警 在警戒下 說 我從來沒有做過 我被冤枉的 否認三項非禮罪 昨天 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裁判裁 裁判官認為 女同政公不可信 不可靠 判男警無罪 辯方還要申請重費 好兩村 最終 裁判官都批准 我們首先 不要問他的職業 不是被人控制一定會 我們看看案情 男被告代表 代號 UKB 是姓U的 如果是廣東話拼音 現在我不知道是廣東話拼音 真的很少人姓U 因為是姓U 有些人用U來拼 有些人用W拼 姓U的 真的不多 還有甚麼人姓U 歐是AU KB 今年27歲 27歲 very young KB 據控電雙方的同意案情透露 被告一名警員 因為本案已經被停職 凶翠說 被告在2019年12月某日 或5年前 即22歲的時候 和2020年7月某日 和2020年8月某日 在某紀律部隊的宿舍單位裏面 非禮女童二年16歲 如果二年16歲 在5年前 即是十一二歲 在2020年的時候 就是十二三歲 OK 但老實說 當然不想想應該 但的而且確 在人生的經驗裏面 我亦都說過很多次 有些十二三歲的女兒都很想正 我見過 雖然那時候我二十歲 二十二一歲 但二十二一同 你已經看十二三歲 是年輕人 但有些人很想正 但你是否可以達到非禮呢 特別是女親 就好 好了 裁判官裁券說 X 就是這個被告 就案發的日子 案發地點的擺設 都有一些關鍵的分歧 前後不一 而且有矛盾 可能是她記憶模糊 裁定她不可靠立 不可靠的意思 不是說她的人格不可靠 而因為她不能夠很firm地說到 勤設地方的擺設 即是她說她正攻不可靠 另外 X又散光又近視 平時要戴眼鏡 考慮到現場燈光分暗 她在半門換省睜開眼期間 視線毛不清 指控即是感覺到有人非禮 沒有目擊 這些其實 才不用看的 你看那單位裏面 有你有他 肯定是有人非禮 但是看不清楚是誰 我睡覺的時候 大家看不到 但感覺到 是的 但是 為什麼呢 所以 不是毫無合理而 證明被告官犯控罪 她就證明她不成立 那 法官沒有說 OK 她說她被人摸 你想想個女生 她看不到 譬如說 我想我是辯方律師都會這樣問 X 你說你說她被人摸 OK 她怎樣摸 你說完一大論 那你是不是見到 被告 隻手摸你 我是她 家屋跟她 我不是問你家屋是誰 我是問你有沒有見到被告 用手摸你 我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其實一定是這樣 但是 家屋究竟有多少人呢 為什麼會告她呢 Anyway 27歲的男警 你自己知道自己 你只是撿人贏 不要再來了 好了 另外關於這個紀律部隊宿舍 我們有張相片給大家看一下 OK 其實這個呢 我這條題是寫一個question mark 但事實上你問我 我判斷呢 我就不落question mark 嘩 這麼自私 為什麼我不落question mark 因為我相信 我們有些網友都是這樣的 都很誇張 就是說 我不管是不是紀律部隊 有人在門口擺這樣 OK 結果你見到兩個單位 兩個單位都是這樣擺的 甚至乎在鏡頭以外 第三個單位都是這樣擺的 好 回到來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擺的習慣 有些人說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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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說 喂 免得在髒的家 有些人說 喂 旁邊都是這樣擺的 我不肯定是這樣擺的 就算我呢 我是好彩 起碼我一層沒有人這樣做 但是有時候我譬如說 我住三十多樓 有人十六樓開門 我看到有些人說 我真的不行 我認為呢 你想想怎樣可以擺的鞋 譬如 你說親戚來到那天 他們不帶一雙鞋進來 明白的 其實呢 通常我會叫我的親戚朋友 如果來我家裏的話 照抬進來 我家裏有鞋櫃 嗯 你會擺那裏 好了 譬如有些終點的 我都叫他抬進來 不要了不要了 一對 就隨便吧 就是我一時都拿得不夠緊 因為呢 很簡單 如果隔壁屋這樣擺 我就覺得 不喜歡 我不喜歡 我當然不會叫別人自己這樣 當然是明香港小 但是你好像剛才這個紀錄部 不是一個單位 是兩個單位 我們看到的都是這樣 你說最遠那個呢 有時候我都未必出得理準 因為你 其他人不會經過你家裏門 是 但是那個中間那個 不單止人家不會經過 他會進去其他層樓 不是 不單止人家經不過去門口 其實我都不喜歡 而且他都是放得比較企理 在一個櫃 就是一個鞋架上面 比較企理 但是中間那個 我屌你老婆 又背囊又整 屌你 是不是放了一張桌子出來 喂 這些我只能這麼說 大家 有則改之無則加冕 是沒有家教的 我絕對不會做這些 我真的不能想 你說我是否執著 我都覺得是很合理 你不是自己 沒有理由擺出去 那些東西 烏爛爛爛爛 OK 好了 這裏呢 有兩件事 一件我覺得就是 我不會露表Hong Kong Express 但是真的要好好地安排 話說 有兩個視像人士 去日本有 他們在為起飛前 機組人員要求他們下飛機 然後機組人員 迅速安排去搭另外一班機 為什麼要求下飛機呢 原來是在規則的 凡身有視像人士 或者傷殘人士 是不能夠證明到他們 可以自己去到那個 所以如果有一個 Emergency Exist 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我平時的座位 那張緊急 緊急 緊急門 緊急門 的話呢 就要有 健全的人士 陪同他們底下 OK 那麼呢 基於呢 當時的機組人員 要確保安全 於是乎呢 就要求他們下飛機 但是後來在他們呢 下飛機之後呢 足夠時間 有多點時間 就發覺他們兩個 這兩個視像人士 雖然沒有健全人士 但是他們是有足夠的能力 去到那個緊急位的 所以立刻安排回 第二部 就是同一日的第二班機票來打 OK 好了 那這兩個呢 人回到來就投訴了 那麼 現在呢 Hong Kong Express 就願意退回機票錢 還有所有 延誤了航班的費用 產生的個人費用 比如 酒店啦 的士啦 陪都買 但是呢 當事人就沒有接手 香港快運就說呢 尊重乘客決定 會繼續跟你溝通 希望解決這個 事次的事件 他說這次執行上呢 是有不足之處 誠意道歉 為確保所有乘客安全呢 香港快運承諾會 會積極改善 有關的程序和培訓 以及怎樣執行的 包括地勤服務人員 在登機前協助行動 不便的乘客 清晰理解航空安全的規定 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 那麼 也都說呢 是不涉及任何歧視的 那麼當然啦 因為最初去Race這件事 去投訴的時候呢 我看到那些相片呢 那兩個乘客呢 應該有另外一些 我不知道是否那些社工之類的 那些呢 是一起 一起來幫他們 嗯 嗯 我想是可能 有人想將這件事 提升到歧視才會這樣提出 你問我呢 就可能是這個 機組人員呢 不夠靈活 但是你說如果 正常來說呢 在地勤的人員 已經看到兩個生命人士 兩位先生 你們兩個都 真的不要介意 是不是 是 有沒有其他人陪你 沒有 那你們有沒有 如果有事的時候 你懂不懂得去那裡 其實呢 譬如我買 因為我實在買那個位置 如果我搭YCAS 他都會問我 Can you speak English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機組 在Emergency的時候 你要開門給別人 總而言之就是機組人員 臨起飛的時候 覺得他有 擔憂於是 就安排他們去下機 那他們就覺得是歧視 香港 香港Express就說 不涉及歧視 我也都不覺得是因為歧視 我是覺得呢 那些機組人員 因為其實都很難 其實你問我現在 那為什麼下過機之後 很快就 原來他們是可以自己去到 憑什麼證明到呢 他們失明的 嗯 我也不知道 至於你說賠償那裡 不行就談到怎樣 就不用下去到歧視 就是我是機組人員 我覺得 喂 因為你的指示是這樣的 如果他們不能夠 在那個情況下 去到那個緊急出口 就要有健全的人陪他們 的而且確 那你沒有 他就覺得你 你又證明不到 你有能力在那裡 他就足足這樣的判斷 不應該去到歧視的 反而呢 這些這樣我歧視他 沒有臭氣 又是關於香港Express 的 雖然我這宗新聞 我就不知道 為什麼會傳出來 和為什麼會讓他 嗯 你老母 是 香港Express 安排在野爭議 有一網民說 OK 搭飛機 搭UO690 就是廉航 去日本 就見到家長大同子女出遊 但是沒有加錢擠位 OK 上到機場 上到飛機 竟然發難 要求已經給了付費擠位的乘客 讓我位給他 好了 這裏是他 然後事後有客服進入機艙 就和地場位的乘客溝通 就說他可以回香港後申請退款 這就是問題了 有沒有這樣的事 網民當然歪然 我都歪然 不用看網民 我買了一個護衛 我為什麼要給他 不是你可以退錢 我屌你老母 這個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因為是有人投出來 如果是真的 現在記者 就找了香港快雲回應 你真是神經病 我屌你老母 你試試有人 正當屌那條客人 你又要 第一 你屌你了 好嗎 你要搭Y-Class要便宜 很重要的 經濟一點 你要理解 原來是不能選擇位 所有位置 如果你要選擇 是要付費的 這個是常識 你不能付費 去到 亂坐 譬如機器不是很滿 其實人家都會制止你 好像上次的個案子一樣 即是個位置是刺的 只要方便 如果我們乘搭正常的航班 很多時機一飛 你走來走去 其實 當然你不能夠走上去商務 或者不同Class 那些 譬如我在Y-Class 或者怎樣 他真的不會理你 其實理論上 你沒有拿上數 不過他舒服一點 坐得 航空公司不會有什麼介意的 但是廉航不同 我這個位置是這麼寬闊的 我後面的位置這麼寬闊 就要加這麼多東西 所以有些人去加錢 人家加錢 喂 我這個位置 是可以去到 什麼的 或者是看你吃餐 你買餐也會付錢 是 好了 好想便宜的 那都不行了 他不算是 他是叫 以別人讓位給他 別人付費客人 譬如說 先生 我當他是這樣 我當他是好好態度 先生 不好意思 其實 我這個 我兒子 我想跟兒子坐下來 我調一調位 可能 那個付費選擇位 那個 那個位的class 即那個 級數 跟他一樣 不是寬一點 但是別人只要指定位置 就是要付錢的 你也指定位置 你連韓韓都要賺錢 喂 喂 你有沒有 還要這麼吵 要不然就不會有客服上來 說 喂 你可以 你給他一個位置去 你回來退錢 喏 如果這樣說 你有沒有交代 就除非是他的system出錯 有 一位 兩賣三賣 這樣的情形 要不然客服 不可能這樣說 你可以做了報警 你有沒有叫這個搞事的人 拉夠他 嗯 或者叫機長 屌你有沒有 機長可以的 趕我去下機 嗯 屌你有沒有 如果我選擇一個位置 喂 先生 你可不可以 不可以 為什麼 屌你有沒有想方便 你就付錢 那你現在做的一樣 是一樣的 那可不可以方便 我不能夠 不喜歡 出鏡像 這樣 屌你有沒有 而且 這樣也未夠 根據 事後 有自稱當事人的女子現身說法 即是說 被要求楊偉 那個 剛才出帖子 是看不過眼的 是看不過眼的 是 他說 事件裏面那兩名子女 不是很小的小朋友 而是中學生 你真是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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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 我真是擠手肉 兩個小朋友 這個是你老母 你老母是臭屎 來的 如果他們兩個小朋友 是小學 我都不是這樣 我怕破令 我都說我同時小朋友 但如果是中學生 我真是這樣 是臭屎 什麼叫臭屎 屌你老母是臭 就是那個屎很臭 屌你老母是鹹如隔夜 那樣 屌你老母 這麼想奔舟 你真是臭 如果我是兩個 我對任你老母 跳機死掉了 誰這麼想奔舟 我只是在日本 很快 不是 我為什麼要掉位給你 中學生都照顧到他自己 看飛機 就算你是一歲 我為什麼要掉位給你 就算你是寶寶 我為什麼要掉位給你 為什麼你不買另一位 你明知道要這樣 你買的 屌你老母 中學生 這個臭笑 喜劇來的 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 屌你屌你老母 然後跳樓死掉了 你這輩子你們玩完的 你說什麼老母 真的 老實說 好像這樣 比較殘忍 但是其實 她這兩個小朋友 是玩完的 有個這樣的老母 她沒有運行 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 都賭債 我告訴你 好了 而且 事件中的媽媽 態度非常惡劣 期間跟老公說 我不會讓位 所以我看到這裡很奇怪 為什麼大家要這麼堅持 我懷疑 我懷疑 你回應 我懷疑我先說 是不是行政上錯了 一位兩埋 如果不是 不要那麼硬 香港人不至於這樣 好奇怪 快點回應 但是如果 你說她真的沒有付錢 而這樣 要別人讓位 我說什麼 我懷疑你老母 死全家 一家四口去日本 達年航 懷疑你老母 我懷疑你老母 我懷疑你老母